那古人有一个好处 所以陈旧的人很多 好处是人人 孝养父母 尊师正道 听话了 老实听话了 不敢自作聪明 老师叫怎么做 乖乖就照着学 这个难得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小孩从幼儿园 就开始叫创新 怎么能听话 听话的落伍了 这个就是说 对于四十真相的认知 出了问题 现在人家价值观 不相信古人 不相信古人 古圣贤贤 圣贤君子 你就没希望了 不相信佛菩萨 不相信祖师大德 那佛菩萨 阿罗汉 没你分 这都是真话 这些道理 只有大臣讲的圆满 大臣讲什么 大臣讲 大臣法 上个圆球 上个圆球 圆的 圆满的 圆满是什么 圆满是自己 圆满圆的体上 你不能加一点 你加一点 它不圆了 也不能少一点 少一点也不圆了 真的是 不增不截 讲自信 信得圆满了 佛佛道通 人人不二 生佛不二 众生根佛不二 没有一个不是大圆满 现在问题出来 你要加一点 你要少一点 这烦恼 所以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把你自信 就尽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能 圆满的向好 它没丢掉 它不起作用 你本来是个佛 现在你变成六道凡佛 还自以为很得意 那顺法子 这没办法了 你不愿意接受 佛菩萨教育 不是佛菩萨不教你 你不肯接受 我 你不肯接受 我 我 你不肯接受 我 感谢观看